所以修佛在那里去 特别是在人事环境 人与人最难相处 在人事环境里 把我们自己的烦恼 毛病习气 统统修理干净了 总的原则 与一些人不发生厉害冲突 那么要做就很简单 他要我不要 我要的他不要 就没通过了 我要的是什么呢 天天 震掌我的心愿 天天佛号不中断 这是我要的 他不要我 他要的呢 明文立养 无欲六尘 高明厚立 他要这个东西 这东西我不要我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学佛 释迦牟尼佛在早年 已经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 佛陀一生 没有盖庙 为什么 盖庙就给人有竞争了 没有盖庙的时候 不给人心声 不拉别人信徒 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信徒 打开经典看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长岁庙 四十九年 讲经说话 哪些人就这些人 其他你没看到 不拉行政 不真名不独立 所以大家相安无私 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 为什么出家人 都会互相 翻了一条街 自占回答 都喜欢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过 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就不会指责别人 对待哪个都好 为什么 普贤婆子交给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我们要离尽祝福 要称赞如来 为什么 离尽用祝福 称赞不用祝福 要换成如来 这什么意思 那佛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要平等的离尽 如来是信德 他与信德相违背 不赞他 他干杀到一望 这怎么能赞叹 不赞叹 不批评 不赞叹 他心的好事 做的是好事 赞叹 那个礼尽 无论是善于我 礼尽是平等的 没有分别 称赞是有分别的 这个要懂啊 做了卧室 再称赞就错了 那不应该称赞的 所以善才通知 你看五十三餐里面 他见深热婆罗门 他见甘露火王 有离尽 没有赞叹 做个我们看的 除了没有赞叹的时候 他也参观 他们的道场 看他们做的那些 不如法的事情 一句话不说 见到做的是 利益众生的事情 开悟众生的事情 要赞叹 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要向善才通知学习 就对了 一生不给人结怨愁 这是聪明人 为什么 怨愁结下来之后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那苦不堪言 忍一下就好了 这成就你忍辱不了 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 我们的财物被人霸占了 被人夺取了 哎呀 若无其事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的明日 也造谣生世 破坏你 章爱你 也若无其事 他章爱我 我就退避吧 满足他的心愿 处处修退让 不给人禁止 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心愿 一天比一天深 让我们的念佛功夫 一天比一天静静 我们走的路子 是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还继续高轮回 我们没有得心 没有智慧 不能帮助他醒悟过来 对他不批评 不赞他 要攻剑 要供养 他有困难的时候 缺少事物 缺少衣服 我们有多余的 要供养他 要照顾他 这就行 只看别人善 不要看到他的梦 不是你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看到听到 不要放在心上 心里面没有被人捂 永远是亲近的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阿 阿 你 陈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